第二份言报来自平安证券 因为国家食药间总局发布了 关于开展纺制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的意见的征求意见稿 那么平安证券发布言报认为 利好纺制药行业龙头 我国的纺制药领域 低技术含量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 部分品种产能长期过剩 要其只能打价格战来争夺市场 而随着新政的出台 逼退了部分小药器 实现行业总体的升级转型 和品类的合理的调整 他建议关注的包括像 恒瑞医药 华东医药 千红制药 常山药业等等相关的个股和公司